手布水泡案例 2017年3月25日 婆婆的手 婆婆用凉水洗衣服 并添加了洗衣粉 没戴手套 洗完衣服开始出状况 买药膏涂抹一周 越来越严重 并且手掌疼痛发胀 涂姜粉 缠上保鲜膜 贴暖宝宝 用小手绢固定 第二天 涂姜粉两小时后取下 水泡削了一半 手也不痛了 第三天 水泡全削了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十一天 第二十天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二十天 婆婆说口苦 检查了舌头 舌苔很厚 全摆并开裂 义工老师按推 头部原始点并温敷 三月二十七日 前后头部温敷 第二天 三月二十八日 厚厚的舌苔不见了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二天 婆婆的脚同时也好了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感恩志工老师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